各位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这个电影 KIMI NO NAWA的主题曲 前前前世的中文的歌词的翻译 我们介绍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这个翻译 你要注意什么 我们看一下 他第一句说 やっと meをさましたかい 你中语 やっと meをさましたかい 这个かい就是 か的加强语气词 加了这个い か加上い 就是加强语气词 其实这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只是讲话的时候 本来是讲か やっと meをさましたか 加了一个い 变成かい 通常用在口语 尤其男生用了很多 やっと meをさましたかい 你中语 把眼睛张开了 把眼睛张开 这个さます 它是他动词 它的字动词是 さめる 目がさめる 目をさます 一个是把眼睛张开 一个是眼睛张开 自动词是表示一种状态 把他眼睛自动张开的意思 然后samas 是你有意识的把它张开 为什么他这里用他动词 不用自动词 因为他就是暗示说 你应该知道 我要来找你 所以暗示 暗示我要来找你 所以日本人很奇怪 日本人他们有些事情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 可是他却用他动词来表达 比如说日本人会这样讲 我昨天发烧的 发烧叫做 熱が出る 或是熱を出す 自动词是自己发烧出来的 das 是我把热逼出来了 你觉得是哪一个 如果是我们中文一定是第一个 怎么可能是我把热逼出来 我把烧逼出来 不可能啊 可是你知道吗 日本人竟然都用das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用了das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我不小心 自己没有把身体照顾好 然后呢 我自己把热逼出来的 这个含义在里面 所以用中文来想 就觉得好奇怪 怎么会 ねつを出す 绝对不是 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是我要负责任 所以我把热逼出来的 所以他采用他动词 所以在日本 其实我在日本的朋友当中 我们跟他聊天 很多人说 昨天我熱を出しちゃって 昨天我熱を出しちゃって 昨天发烧的 ねつを出しちゃって 为什么 因为呢 就是原因在我 责任在我的意思 OK 好 所以呢 自动词跟他动词的使用呢 在日本呢 会跟我们不太一样哦 OK 所以呢 やっと meをさましたかい 你应该知道 我会来找你 所以呢 他用了呢 さましたかい OK 加油 それなのに 但是呢 却怎么样呢 それなのに それなのに 好 それなのに 但是呢 却怎么样呢 なぜ 你为什么呢 目を合わせる 目を合わせる 好 就是呢 眼对眼的意思 互看的意思 目を合わせやしないんだ やしないんだ 好 动词的连用型 也就是masu型 加上wa 再加上しない 是表示强烈否定的意思 比如说 食べます 食べる 它的连用型呢 就是食べ 食べはしないよ 好 强烈否定 我才不要吃了 食べはしないよ 我才不要去的 行きはしないよ 行きはしないよ 我才不要去的 行きはしないよ 合わせやしないんだい 好 这个台 也是哦 这个台 也是呢 加强 語氣詞 大家的加强 語氣詞 台 跟那個凱一樣 也通常在口语当中 而且是男生使用的 好 第二句哦 下面哦 下面 他说呢 遅いよと怒るきみ 好 你说呢 我呢 很慢 遅いよ 遅いよ 你那番 怒るきみ 怒るきみ 好 你呢 说呢 我很慢 所以你对我的慢人呢 选得生气 然后呢 无奈 非常生气 怒るきみ 你觉得呢 我太慢了 再来 これでもやれるだけ 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 好 所以 可是怎么样 他说呢 これでも 虽然 虽然你觉得我很慢呢 可是呢 やれるだけ 各位 やれる是 能够做的 这里的だけ 指的是很多的意思哦 だけ 绝对不是很少 它在日文当中 其实是当成很多的意思 我已经做到 我可以做的这么多了 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 好 飛ばす 各位 飛ばす 就是我们中文 我们台语说 ペーチャー ペーロードバイ ペーチャー 那个飛ばす 所以各位 他用了这句 飛ばす 他不是用 飛ばしてきた哦 他用 飛ばしてきた 表示呢 他暗示 他有开 什么交通工具 比如说 他可能开太空船 所以 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 好 所以 これでも やれるだけ 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 OK 所以 我已经真的很努力了 やれる 我们把中音标一下 これでも 3 やれるだけ 重音是0哦 やれるだけ 飛ばして 2 来たんだよ 重音是1 我这样 我真的是 使出洪荒之力 来啦 洪荒之力 飛奔而来哦 下面这句哦 心が 心が 我的身体呢 心が 体を追い越して 好 追い越して 我的心呢 超越了 追追追追追过的 我的身体呢 きたんだよ 好 我的心呢 超越了我的身体 飛奔而来 就是 我人 虽然还没有到 你觉得我很慢 可是其实我的心早就到了啦 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呢 在下面哦 君の髪や瞳だけで 好 君の髪や瞳だけで 或是だけで都可以 二或零都可以 瞳だけで或是だけで都可以 胸が痛いよ 光是你的头发 你的秀发 或是你的眼眸 或是你的眼神呢 就可以让我心痛难挨 就是非常难过啦 はい 加油 哦 下面这句要记住哦 同じ時を 追攻で 同じ時を 不要念toki哦 toki是鸟鸟哦 同じ時を すいこんで 話したくないよ 我要跟你呢 一起呼吸着相同的时空 因为他们正在讲的是时间 不是空气 好 所以呢 我呢 想要跟你一起 跟你在一起 才会呼吸同样的时空 然后呢 話したくないよ 我不想放手 話し就是放手的意思 所以呢 我不想放手 話したくないよ 好 あるか 昔から 从很久很久以前呢 知る 我就知道的 その 你的声音 就知道你的声音呢 に哦 哦 这里的意思是对象 我要对这个对象怎么样呢 我要对这个对象做什么事 他后面要跟我们讲 好 对象做什么事呢 好 来哦 大家看到哦 好 刚刚的是 声音 其实我是声音 然后呢 生まれて 出生以后呢 初めて 这个意思是副词的 初めて哦 生まれて 初めて 何を言えばいい 好 那其实后面有一个字叫做 わからない 好 所以呢 我出生之后呢 第一次呢 遇到你嘛 但是呢 我要讲什么呢 我却不知道 后面少了一个 わからない 好 这个中文是三哦 不要念わからない哦 那是台语哦 わからない 好 再往下看 君の前 前 前 前世から 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 好 我从你的前 前 前世开始呢 就一直在找你 各位 这个前呢 就是上一任的意思 前 比如说 上一任的总理叫 前 総理 就是上一任 但是 可能前面好几任呢 那个时候呢 就叫 Moto Moto 総理 总理大臣 原来的 就是之前的总理大臣 那上一任的就是 Zen 那上一任之前的 这叫做Moto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前男友或前女友呢 好 前男友叫 Moto Kare Moto Kare 那 前女友呢 叫Moto Kano 其实是比女 对不对 本来是 Kano Jo 可是为了简称 变成Moto Kano 好 所以 前男友叫Moto Kare 前女友叫Moto Kano 它暗示什么事 暗示呢 你的前男友或前女友 一定不止一个 所以呢 他用Moto 他不是用Zen 所以Moto表示 有前面有好几个 OK 所以Moto Kare Moto Kano 前男友前女友 好 再来 我就呢 对你呢 寻寻觅觅 はい その不凄凄な笑い方を めが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 その不凄凄な笑い方を 好 你呢 不凄凄 好 其实呢 它是不凄凄的方言 好 不凄凄的意思 就是呢 不灵活的 不厉害的 叫不凄凄 然后呢 笑い方 你的笑容 你的笑的方法 めがけて めがけて やって 我以这个为 瞄准的对象 我呢 就是专门找你的 那个笑容 就是呢 什么笑容呢 各位 这里不凄凄 是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 深色的 或是腼腆的 比较好 不要说笨拙的 因为我们说笑容 用中文讲笨拙 好像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呢 把它翻译成 深色的 或是腼腆的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好 再来 瞄准你那 深色的笑容呢 笑い方をめがけて やってきた 踏破铁鞋 费尽力气 OK 所以呢 在这个句子当中呢 为什么我们要 加上这个字 踏破铁鞋 就是寻找 对不对 费尽力气 就是要让它押韵 所以我们要翻译歌词 你要记住 一定要有押韵在里面 因为我们中文的歌词 都押韵 我们已经习惯 看歌词 就是要押韵 你的歌词没有押韵 很难看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OK 所以 その不吉祥呢 笑い方をめがけて やってきたんだよ めがけて やってきたんだよ 我就专门找你的 那个声色的笑容 或是柔軟的笑容 好 再来 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 你呢 全全全部都不见哦 中文是宗用cere 中文是0 中文是0 亡くなって不见哦 ちりじりになったって 這裡後面的初音加上て 就是就算即時的意思 就算你全部不見 然後 刺利刺利 我們把它翻譯成煙飛雲散 刺利刺利就是變成非常的散調 各位 日文的散調有一個很重要的講法 我們說分詩案 一塊一塊的那個叫ばらばら ばらばら ばらばら殺人事件 所以ばらばら是分詩的意思 這個起利刺利是變成灰塵 起利刺利刺散掉了 因為在太空中就會散掉這樣 所以就算你突然 煙飛雲散 了無蹤跡 你忘記 你不見了 然後 莫麻油奶 我不會再猶豫了 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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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再猶豫 一から探し始める 我會從 一から 各位 其實這裡的一から 是從頭開始的意思 日文當中一から是從頭 可是它這裡一語雙關 一 從一吧 一から 從一 然後它就說下一句 它跟下一句連結 因為有1 所以它就有0 就有0 むしろ 不如 0からまた宇宙を始めてみようか 不如我就把宇宙 注意 這裡始める 我把宇宙怎麼樣 這個時候它意思是 我是神 所以我把宇宙 為了你我就變成神 為了你我就變成神 因為我們講話通常會這樣子 不然我明天叫歐巴馬打電話給你 有沒有 我們常常會這樣講 我叫誰打電話給你 叫一個很偉大的人 或是你根本不可能去控制的人 來 為了你我叫他做什麼事 那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為了你我什麼都願意做的意思 所以我就不如 我就把宇宙都毀滅 從頭開始 むしろ 0からまた宇宙を始めてみようか 所以為了你我就把宇宙全部弄不見 從頭開始 むしろ OK 再來喔 どこから話すかな 我不曉得我要從哪裡開始講 どこから話すかな 所以我不曉得我要從哪裡開始講 講什麼呢 どこから話すかな 君が眠っていた間のストーリー 在你沉睡時所發生的那些插曲 眠っていた間のストーリー 在你沉睡時發生的那些插曲 太多了 我都不曉得我要講 我要從哪裡開始講 再來喔 何億何光年分の物語を語りにしたんだよ 好 各位 何億何光年分 其實光年是距離單位 不是時間單位 光走一年的距離叫做光年 可是它這裡是故意把它講成是時間的感覺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是 好幾億好幾光年的物語 這個故事 所以語りにきたんだよ 我是來跟你講這個故事 我是來跟你講這個故事的 這個に是表示目的 好 何億何光年分 何光年分 何光年分 OK 好 零好了 何億一 何光年分是零 那些人の物語を語りにきたんだよ 好 我呢 是來告訴你這個故事的喔 可是呢 けど 但是呢 卻怎麼樣呢 けど いざ その姿を OK 好 但是呢 一旦呢 けど 但是呢 這個いざ 就是一旦怎麼樣 一旦怎麼樣 一旦怎麼樣 一旦怎麼樣呢 一旦呢 一旦呢 その姿 妳的身影呢 その けど いざ その姿 を 好 お 這裡有一個お 他沒有講出來喔 この目に映すと 好 但是呢 一旦呢 我呢 一看到了你 いざ その姿 を この目に映すと 但是呢 一旦你的身影呢 你的身影呢 一旦投射在我的眼底 我卻無法言語啦 為什麼 うずすと 那後面呢 他其實又少了一句喔 何を言ったらいいかわからない 我本來要跟你來講 很多很多的故事的對不對 可是我遇到你 我卻不曉得我要講什麼 這個意思 所以後面又省略了 何を言ったらいいかわからない 我不曉得我要講什麼 雖然我以為 我來跟你講很多話 好 好 在喔 下面喔 君も知らぬ君と じゃれでたむれたいわ 好 たむれたいよ 君も知らぬ 你也不知道的你 君も知らぬ君と じゃれで 開玩笑的意思 講話很好笑的 講一些笑話 たむれたいよ たむれたいよ 我想要跟 連你也不認識的你 好 這就要看電影的劇情 那你也不知道 因為你在睡夢中 那我也要跟 我想要跟 你也不認識的那個人 跟他一起講 開玩笑的話 或是跟他一起嬉嬉 我想要做這件事 OK 再來 好 君の消えぬ痛みまで 連你消えぬ 消えぬ 不會消失的 痛み的傷痛 まで為止 愛してみたいよ 我都想要愛看看 好 所以 君の OK 君 君の 消えぬ 痛みまで 到你沒有 不會消失的 痛 傷痛為止 愛してみたいよ 我都想要愛看看 愛してみたいよ 好 再來 銀河 何個分 缶を 果てに出会えた 在銀河 好幾個銀河分 銀河都很大 很大 很大 很大的銀河 所以在很多銀河之 我越過了好多個銀河之後 我終於跟你見面了 我終於跟你見面了 銀河 何個分 かの かの 果てに 到這個 果て就是 天涯海角的意思 所以 銀河 好幾個分的 這個 最旁邊 最盡頭的地方 出会えた 我終於 遇到了你 好 我遇到了你 然後 因為好不容易才遇到你 所以我要牽你的手 我卻怕我情不自禁把它握壞了 因為我會很用力的握你的手 所以 その へを 壞さず どう 握ったら いい 好 但是 我就不曉得 我要怎麼樣握你的手 可是我又怕我用很大力 然後把你的手握痛了 OK 所以 我就把它翻譯成 深怕情不自禁握壞你的手 握壞你的手 我就小心 意義 因為我擔心 我小心 意義 君の前 前 前世から 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 好 所以從你的前前前前事 我就一直在尋找你 好 その騒がしい声と涙をめがけ やってきたんだよ その騒がしい声と涙をめがけ やってきたんだよ 好 這裡的騒がしい呢 如果你按照字典 會把它翻譯成 嘈雜的 可是不好 因為我喜歡你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叫騒がしい 就是 大家都聽得到 所以我把它翻譯成 引人注目的 引人注目的聲音 還有你那引人注目的眼淚 好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都引人注目 騒がしい声 跟騒がしい涙 好 因為你一哭 大家都看得到的意思 所以瞄準你那引人注目的聲音 以及眼淚 我尋尋覓覓 我一直在找 我一直在找 你到底在哪裡 好 那 我們就像 そんな革命前夜の僕ら 好 這樣子 我們就像 要發起革命的 前一天晚上的軍隊 誰が止めると言うんだろ 好 所以 そんな革命前夜の僕らを 我們誰が止める 誰有辦法把我們停下來 と言うんだろ 到底誰敢說 他有辦法把我們停下來的意思呢 就是沒有人可以把我們停下來 OK 我們沒有退路 無人能夠停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人可以把我們擋下來了 OK 最後 もう迷わない 君のハードに 旗を立てる 我不會再猶豫 因為 我們就像軍隊要去打仗 我們要攻城掠地 對不對 所以他把它比喻成 我們是革命前夜的軍隊 所以我們 我要在你的心上 因為軍隊 我們要戰爭的時候 我們不是贏的時候 會在上面擦旗 對不對 所以我要在上面 好 我要在上面擦上我的 專屬我的勝利旗 因為我想要得到你的心 もう迷わない 君のハードに肌を立てる 我要在你的心上擦上我的勝利旗 因為我就是那麼的愛你 好 再來 君が僕から諦め方を奪い取ったの 好 你搶奪了一個東西 奪い取った 搶奪了什麼 從我這邊搶奪了一個東西 君が 你搶奪了 諦め方を 你搶奪了一個東西 就是放棄的方法 諦め方就是放棄的方法 所以我沒有辦法放棄的 因為你把我放棄的方法搶走了 所以我就把它翻譯成 從字典裡面奪走的兩個字 叫做放棄 就是我沒有辦法放棄 OK 好 再來 君の前、前、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 這就跟剛剛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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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興今天跟各位分享這首歌曲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這首歌 所以希望對各位有一些幫助 謝謝